坦言高利率对股市冲击很大 尤其非农数据超乎预期 让美股再度紧零大响 7号斗筹工业指数大跌超过630点 标普500指数中又以科技股跌幅最大 利口因素还不止这一桩 美国出于维护科技霸权的需要 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对中国企业进行恶意的封锁和打压 美国晶片限制在升级 堪称全面围堵中国晶片发展 但无形中却连带冲击 在南京以28奈米为主的台积电 陷入两难局面 在国内的这个晶圆代工厂商当中 其实多多少少会受到 中国跟美国之间这个半导体科技 占的这个影响 利口因素夹击 本周电子重量集法社会即将登场 其中台积电仅其看法资本支出 以及美国出口管制政策更新等等 都将牵动半导体产业未来动向 另外宠怀古王宝座的大力光 除了第四季动能之外 扩产计划也是法人关注一大焦点 支撑性的位置大概是在前一波的低点 13273以及五年线13025这个区间 10月13号美国公布CPI之前 我觉得还是要暂时的停看听 外资到货内资赶紧减便宜 截至10月7号 整体股东人数再创新高 冲破140万人 土阳对坐立抗空头 但专家提醒市场前景还未明朗前 投资人不仅得多停看听 静后反攻号角响起 才不会步入熊市陷阱 森林区文旅士写了副词综合报导